恭喜大家,我们完成了明书记 今天我们读了明书记的最后一章 我们就继续生命记 我们已经来到摩西五经 就是圣经的头五卷的书卷的最后一卷 摩西五经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经文 犹太人把它们称之为陀拉 这是他们最集中一直要学习 也不断去思想的 而我们也终于读到靠近后面了 大家加油,大家都很棒 我们一开始读生命记的时候 我们知道生命记殊如其名 就是重生耶和华向以色列人 发出的律法和命令 这些都是我们要深深学习和知道 虽然我们现在在恩典的时代 有主耶稣基督的赦免 但是我们必须先学习律法 才能够进入恩典 当摩西要重生 重述这一切 上帝赐给我们重要的诫命之前 神先透过摩西做一件事情 就是帮助以色列人回忆 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个回忆里面 把简单那四十年发生的事情 用很短的篇幅交代 但也就帮助我们 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这些就是最重要 一定要记得的事情 我们看到一开始 墨西提到 他选出有智慧的人来帮助他 多强的领导 强入墨西也需要一个团队 需要人在他身边 而这些有智慧的人 被选出来成为领袖过后 下一件墨西坛的事情是 他们就被拆去 而且是领袖中的领袖 每个支派 那个最重要的领袖 被拆到迦南地去窥探南地 但是这些领袖虽然有智慧 这些领袖很不错 帮助墨西在管理 带领着以色列人 但他们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这个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呢 这个致命的弱点 正如经文 《生命记》一章三十二节所说的 虽然这样 你们还是不信 约华你们的神 摩西在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他们缺乏信心 这个就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 这一群的领袖很棒 但是他们缺乏去得着神 应许神旨意 神吩咐他们要得的地方 在读经的家人们 你是领袖 神选利你 设立你 帮助你 把你提拔起来 吃你力量成为领袖 而你仅仅要抓住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一定要对神有信心 一定要对神要我去做的事情 大有信心 唯有靠着信心 我们才能够得胜 如果我们失去信心 我们就如当年的那群领袖那样 带着那群百姓 在旷野就这样的漂流 是谁 带着那群领袖 带着那群领袖